部分其實就把這個公式一樣複製 最快的方法就是複製貼過來 然後把這邊改成3 打個勾 這邊改成第五欄 把它改成5 OK 向下填滿 那一樣點兩下 這邊點兩下 那銷售金額部分特別注意 就是數量乘以單價 這個不是去查 很多東西可能找不到 數量 乘以 單價 OK就可以找到 銷售的金額 這個不是去查的 這個是 你算出來的 再來就銷貨日期 銷貨日期的話在哪一個欄位 在銷貨的 這個銷貨單頭裡面 所以我們一樣在銷貨單頭這個 我把這個建一個名稱好了 一樣CTRL-SHIP向右向下 那這個名稱的話就是叫 一樣就是這個工作表名稱好了 銷 或者要不要加一個表 反正看個人 反正這個名稱 知道就OK了 銷貨單頭 然後呢 我這個地方就是 一樣是去找 那找的話是找哪一個呢 找 他的銷貨 看有沒有什麼銷貨單號 銷貨單 在這裡 所以 把這邊帶過來 插入函數裡面 找V入函數 然後一樣是找這個 按F3 去幫我銷貨單頭裡面找找看 找回來第幾欄呢 你就點一下 幫我把 銷貨 日期帶回來 銷貨日期的話 剛好是1234 第4 所以這邊的話 我們就輸入4 然後 這個就完全比對 因為這個應該都有 按 按確定 向下填滿 那再來的話就是4 後面好像5吧 6 7 8 是不是 4567 對 4567 沒有第8 部門名稱 45678 對 所以後面的話呢 假如說我今天4 然後後面的話就是複製貼 不過 這個地方順便講一下 其實還有更快的方法 你可能多學一個函數 你就可以向右向下 也是可以更快 不然的話你就是用貼的啦 貼的其實也不慢 但是我覺得 還可以更快 那怎麼改 這邊的話你可以 把什麼呢 把這個地方改成一個叫column的函數 column其實就是藍 意思就是說 我今天呢 我目前所在的位置是在 H欄 不過它回來是數字喔 所以 8 那也就是說目前你現在的位置是在第8欄 那也就是說你可以怎麼樣 假設你希望呢 這邊以後就向右的話 第一個你可以把什麼 剛剛的這個 4的數字 改一個叫column 或者是用插入函數 或者用打的 因為這個已經蠻常用的 所以我把它輸入 column umn umn ok 然後小瓜糊一下 column加小瓜糊 column加小瓜糊 其實 就是什麼 就是抓到你現在所在的藍 那現在所在的藍是第4藍 第8藍 那我要的是4 所以你可以怎麼樣 把它減多少 減掉4就好了 8減4有沒有 剛好多少 就是4嘛 那4就是意思就是幫我抓 第4藍的東西回來 那你想說那這個做完 有什麼作用 等一下我們向右 向右不是什麼column他又自動什麼 去加1嘛 不就變9減4 5 剛好抓到第5啦 所以這樣的好處是什麼 你向右向下就ok了 應該可以懂這個邏輯吧 哇這一招其實 我覺得可以把它學起來以後可以省 大概效率上面會比剛剛用貼的來的快 所以呢我們這邊可以把 4改成column-4 按確定 這個我想 COLUMN 這個可能就是自己稍微記一下column 小瓜糊-4 OK按確定 然後呢看結果不ok 結果一樣嘛 所以你可以怎麼樣 一樣把它向右 到哪裡的部門名稱 放開看一下opok呢 不ok為什麼 因為忘了鎖 鎖哪裡呢 A2 因為等下向右嘛 向右呢 他變成A變B了 你還記得有沒有 還記得吧 其實今天講的一個重點就是鎖 如果你會鎖 哇那以後很多事就簡單了 但如果你不會鎖 很多事情又變麻煩了 所以怎麼辦呢 請你在A的前面 固定在A欄 加一個前的符號 OK 好 這樣應該就大更高 那列要不要鎖 向下 不要鎖 因為他一直要往下一列 可以懂那個 固定在D1 固定在D1 一定要查D1欄 那列的話向下一定要變動 所以不能鎖 好 這樣按確定之後的話 所以 變成Column-4 然後 A的前面加一個前的符號 再來向右一下 放開 會不會成功呢 成功了 OK 然後其他的話就點兩下啦 不過因為這邊也已經有了 所以這邊 可能就還是要向下拉一下 把他蓋過 OK 這樣的話放開 全部就OK的 所以你會發現 如果以後你有很多欄的話 我是還是蠻建議用Column 因為這個 應該還蠻值得 值得用的 Column 減掉你現在所在的 那個列 然後這樣以後的話 就產生一個數字 這個數字剛好就 比對到 那邊的哪一欄 用這個方法來做 會增加你的效率 只是說你可能要知道 A的前面要鎖住 OK 這個錢 的符號很重要 所以他用錢就是 這個概念 再來的話呢 最後年度的話 那哪一年 哪一年 銷貨日期的年度 所以這個年度 並不是在前面查到的 而是直接把銷貨日期 等年拉過來 所以你可以用什麼 插入函數裡面 用那個日期時間裡面的year 有沒有year的話就是抓 日期裡面的年過來就好了 月日不要 OK按確定 然後告訴他說我的日期在銷貨日期裡面的年 那就把它點兩下 月份的話一樣就插入那個月份部分 所以我們這個用什麼 用month 有沒有 所以其實 年月日 yearmonthday OK 我們就分別抓什麼資料過來 用yearmonthday 然後我年月就好了 日不用 所以就是yearmonth 向下填滿 這樣子的話呢 我們就大功告成了 OK 阻擋了 才已經產生了 剩下來的話就是要把12個問題分別解決 那有這個主檔後面才可以run的下去 如果這個主檔 少一個資料的話 後面就很麻煩的 所以我再把重點回顧 1 看看有沒有問題 有問題趕快解決 不然的話後面 那個12個問題就沒辦法 繼續 那我剛剛講過 就是商品名稱的話 這邊記得關鍵就是要把最後一個 把零改成1 然後後面的話分別用查的 那銷貨的那個金額是 把數量乘上單價 那銷貨日期 剛好就是銷貨單頭裡面的 45678 剛好這幾欄 所以我要45678 這幾欄的話 那我可以利用那個 我們的什麼呢 這個 A1 銷貨單號 去用column-4 得到我們現在所在的列 我們要的欄 剛好是4 向右拉column的特性是 每向右拉會加1 每向右拉加1 所以以後你也可以延伸 Raw函數 Raw是列 向下拉加1 所以這兩個函數以後也會經常用到 像我們如果 向右拉我要加1 我用column 向下加1就是Raw 如果你會這些的話 你把它跟其他函數 就綜合應用一下 本來你要花很多力氣的 現在不用 向右向下 一次就搞定了 感覺會蠻不錯的 至少啦 但你 還不會寫程式的話 至少這個 已經 很有那個感 很有feel了 不然的話說真的 你慢慢來說真的 很多時候光看到我都覺得 很想幫你一把 但是也不知道怎麼幫 幫的話有點幫不完 OK 像以前真的會當好人 慢慢發現 好人不能當 還是就路過知道一下就好了 也許可以用其他方法 幫忙一下 OK 那 所以其實這個 大概學一下 有些細節 假如你一下子沒辦法完全 完全 看懂 或者細節可能 有一些可能 不太會的 你回去 就看一下影片好了 或者是說把那個細節 調出來看一下 像這種 課程 其實我覺得 比較工具啦 就是這樣 你會就會 不會就不會 那你其實就反正 爾路木蘭久了之後就OK了 那其他就把這些 year month 這兩個函數 分別取出年跟取出月 那當然未來的應用裡面還有 year month date 另外的話 取 星期幾的話是week date 還有算那個什麼 算公時的話有什麼network date 跟那個work date 這種類似算公時的函數 那有興趣的話你們不妨也可以 在那個插入函數裡面找到日期時間裡面 這邊也相關的東西都有 這個算日期 那做完之後呢接下來我們就要來看那個12個問題 因為剩下的時間 其實不多 所以我們今天大概就把這12個問題 大概 做出來 時間就差不多了 今天主要是基礎啦 所以 其實也不強 就是大概你至少 今天至少要學會第一個 樞紐分析表前次作業的 資料正規劃 學到最多的應該是VILLE函數 加 定義名稱 還有今天多一個INDERATE函數 還有COLOR函數 OK 這些函數如果你會用的話 那應該已經 至少 函數部分 我想已經比之前更好了 那另外的話還有藍列鎖定 前的符號 鎖籃鎖列 這差很多 很多人真的搞不清楚 如果你搞不清楚 你就沒有辦法向右向下 一次就完工了 一次完工的話 感覺 很有成就感 出工 弄完就OK了 但 另外第二個就是說 我們樞紐分析表的應用 裡面哪些功能 那我們當然盡量就活學活用 那所以接下來我們就針對 這個 資料組檔裡面 他提的這個12個問題 我們分別 把這個答案給做出來 OK 所以請各位先把這邊先做完一下 有問題的話 可以先 我們去參考 我們來看看 我們要用這個 成績 出稿 我隨便 想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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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